铁皮搭建的免洗餐具工厂 闷烧迅速 近百人救援 其中两名消防队员在火场失联 当时没有人员受困 火场面积很大因为担心延烧 所以打火弟兄分工 除了拉水线灌旧 谢志雄跟张哲家被派到右边的仓储 拿热险象仪探测状况 中间走廊后侧有烧起来的状况 然后到一开始右侧那一栋是没有火焰的 小队长发现说无线电呼叫 他没有回应 然后我们指揮官就马上清点人事 就是没有看到两个 然后RIT就赶快进去 失误庄 经过找寻传出不幸消息 两人被巡货时烧烫伤严重 已经没有生命迹象 第一位找到的同仁 它的旁边有发现它的空气瓶 空气瓶就可以证明 它是有着装完整进入 装备完整 而且不是第一次执行类似的任务 为什么会发生事故 详细原因还有待厘清 大爱新闻国内国际宗台中报道 这起工厂大火